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要找GPBDXDeveloper 请你呢 找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吗 有没有 有的话就把它点两下 或者点一下 我们现在呢 不管在哪个地方 你就让他把它打开 可以吗 接着呢 这里呢 是不是有一个 开新档案 这一个开新档案 就把它打开 那这边你都不要去动它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写一个 FS2N 你们看到 那你就按OK就好了 你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那再过来呢 再过来的话 这边有一个online 有一个transport setup 你测试看看 看有没有出现这个画面 那个在滑手机的麻烦看一下好不好 难得你从越南来到这一边 不要说跑到这边来滑手机 那一位同学叫一下吧 你都会了吗 你都会了吗 那接下来呢 这个代表说 我的电脑跟P耳系是可以沟通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按个OK就好了 接着呢 就把这些东西想办法要把它输入进去 那第一个它有一个箭头 你看箭头是不是这里有一个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箭头 是不是往上的箭头 我们就把它点选 S20 我们就输入S20 可以吗 然后它有一个set set的话 它是一个中括号 我们就是 这一个 我们就set set s1 到这边收问题 那只要是中括号 你都可以直接输入 不需要去选那个符号 比如说 接下来是stl s1 我就直接输入 就有了 然后接着呢 有一个括号 那我们就选择括号 括号在这个地方 它是y级 y4 我们就写y4 可以吗 那接下来呢 它靠到右边来 你不能直接在这边打 你要往右边靠一点 那一个括号 p1 k15 然后它还有一条线 你要补给它 一条垂直线 所以我们这边就选一个垂直线 那接着呢 接着的话 这边的话 有一个t1 那我们就打一个t1 又是中括号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s1t s2 然后又是中括号 stl s2 那接着呢 接着的话 又是中括号 我们就继续中括号 set y7 然后接着呢 小括号 p2 k15 好 然后你要再补它一个 这个垂直线 好 那接着呢 接着的话 就是t2 t2 好 然后 set s3 直接 set s3 好 那你要注意呢 它现在呢 都是 不是白色的底 你要让它变成白色的底的话 就是这里有一个online 对不起 是convert 转换 你要f4也可以 这样的话代表说 程式已经转换好了 那你也可以用 互质的方式来做 我们互质的话 就把它选起来 然后就copy 那接着呢 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贴上去 好 编号 stls4 我就打stls4 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是t4 我就把t2呢 改成t4 这个呢 也是t4 好 那接着呢 rst y7 这个是rst rst rst y7 那4的下一个 是5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5 好 那我们再 再用一个 再用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是5的 那5的话是什么呢 是括号 所以我们这边就来找括号 这边有个括号 那括号的话是 y5 我就给它括号y5 我打错了 我打成75 我打错了 我打成75 y5 好 那这个是t5 对 是t5 这个是6 所以它很简单 那6的话是y3 所以呢 我们就括号y3 这个呢 是6 对 是6 好 那6的话是y3 那最后一个呢 set s1 好 然后还有一个ret 好 这样呢 整个呢 才是完成 到这边收问题 这整个呢 就是我们已经把程式用好 一定要全部都是白色的 如果假设呢 没有全部白色的话 不行 一定要转换 转换的话 就是这边有一个 convert 那接着呢 再点选online right to PLC 那你要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少打 刚刚是53 好 我们看一下我是不是有少打 好 我们检查一下 s1有了 s2有了 s3有了 s4有了 s4有了 s5有了 s6有了 咦 刚刚为什么会 不管 好 我就把它输入 好 那你看一下你大概 你这边是几行 好 这个 45 好 好 我们就online right to PLC 好 选择 好 那我们给它快一点 好 45 好 然后就执行过去 好 那这样呢 用好以后呢 程式就可以动了 然后呢 我们希望知道说它到底 动作的确不确实 这里有一个online 然后有个monitor monitor mode 或是按F3也可以 好 好 这里呢 有一个online 好 然后还有一个monitor 还有一个monitor mode 或是你按F3都可以 好 那就可以开始动作 好 好 就是它会让你可以看 好就是我们到时候online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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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 这样呢 就是 假设程式有在动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变成是一个蓝色的 好 那你们自己呢 测试看看 好